遗嘱如果自己寫了一份 然後後來也寫了好幾份 那各位那以什麼為準 那為什麼常常遗嘱拿出來了以後 有的人就會說 這遗嘱我不承認它是無效的 那遗嘱到底要怎麼樣有效 甚至於公證人做成的遗嘱 在我們法院打官司打一打 公證人做的遗嘱也無效啊 好各位同學我們今天要來講的是說 怎麼樣立遗嘱 大家要立遗嘱 感覺到是一件很嚴重的事情 好像立遗嘱會觸眉頭等等 其實沒有那麼可怕 而且這個遗嘱你如果可以自己寫 就是自書遗嘱 自書遗嘱 比較常用的就是自己寫 再來常用的是公證遗嘱 另外一種就是找律師 或是地證室 來幫我們寫代筆遗嘱 至於那個密封遗嘱 把它寫好還找兩個見證人來密封 其實就比較少用 另外一個就是像國父啊 快走的時候那個是口授遗嘱 知識體代也不用那樣子 所以我們比較常用的是這幾種遗嘱 遗嘱如果自己寫了一份 然後後來寫了好幾份 那各位那以什麼為準 當然以最後的這個為準來撤回 那我有一系列現在來教遗嘱 我們今天要先來講的就是說 那為什麼常常遗嘱拿出來了以後 有的人就會說 這遗嘱我不承認 那它是無效的 那遗嘱到底要怎麼樣有效 甚至於公證人做成的遗嘱 在我們法院打官司打一打 公證人做的遗嘱也無效啊 所以這裡面它有一些 我們要來講的部分 第一個遗嘱要有效呢 我們是要有遗嘱的能力 那各位呢遗嘱的能力 我們都是以成年 而且心神狀態OK 那麼限制行為能力人 能不能夠去立遗嘱 現在呢我們成年 現在給他改成幾歲 以前是20現在是18 但是法律呢 未滿16歲的人是不可以的 限制行為能力人是可以立遗嘱的 但是未滿16歲是不可以 如果你是未成年人 你要去立遗嘱 那可能就是很奇怪了 搞不好是五億高中生的事情要處理 那現在遗嘱的能力 最常發生爭議的就是說 父母親呢 或是阿公阿嬤他私自 那麼呢私自的人能不能立遗嘱 哇這個是實務上最多爭議的部分 那私自的人被帶去公證 或是說跑到律師或是代事事務所那邊去立遗嘱 那大家講說他是私自啊 怎麼樣 所以各位呢 我們要知道說私自啊 有時候是死好死壞 搞不好去公證人那邊立遗嘱的時候 或是說到律師那邊立遗嘱的時候 他是好好的啊 所以他還是能夠反映一些事情啊 但是呢 等到過一陣子的以後往生了 可能是好幾年之後大家增值起來的話 尤其是分配不公平的時候 就會產生說這個遺嘱的效力如何 所以各位呢 現在我們的公證人或是我們當律師的人 為了避免這一件事情 會先叫他去拿醫院的診斷證明 證明他的心智能力比較OK 那麼我們公證人或是律師在做的時候 如果感覺他有一點怪怪的 我們通常會拒絕 這個醫院的診斷證明 縱使是診所的我們也不太願意接受 那這個情形是無非要確保未來將來 他確實在立遺嘱的時候 是本於他的自由意識 因為這個遺嘱不可回覆 因為他一定是人死掉了以後 再回來影響所有人的這個權利義務關係 因為他有不可回覆性 那如果真的能夠回覆的話 那還蠻嚇人的 因為人還要重新趴起來 所以在這種狀況底下 為了確保不可回覆性 所以法律的要件要求的非常嚴格 因此遺嘱能力 目前實際上最大的爭論 就是說他當時立遺嘱的時候 是不是限於心智比較薄弱 或是葬師行為能力的這種情形 因此我們通常用這樣子的東西去克服 那各位呢 但是沒有這樣子的東西的時候 就會產生爭議 那麼爭議的時候 未來就會打確認遺嘱有效或無效的官司裡面呢 我們法院就會變成要來認定 當時這個立遺嘱人 他的心智能力到底怎樣 所以在這種情形的時候 有效無效的訴訟裡面呢 經常我們就還要請醫生還要請醫院 對於立遺嘱當時的能力加以鑑定 那這種情形的話 甚至是一件非常難的事情 因為你如果活生生的人來讓我鑑定 我可以鑑定他這個時候的心智能力 但是各位如果他只有拿到殘障手冊 假設是中度的精神殘障 後來他都沒有再看過精神科 只有看感冒等等 那這樣子你叫一個醫生 怎麼去能夠認定他當時的心智狀態呢 所以不得已我們有時候會再去看他 當初有沒有出具印件證明 意思說他要來立遺嘱的時候呢 我們叫他拿印件證明 那個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你要去請印件證明的時候 附贈的SOP 就是在請印件證明的時候 附贈的人員會問他說 你叫什麼名字啊 你家裡有什麼人啊 兄弟姐妹叫什麼名字啊 你小學讀什麼學校啊 他會詢問他 那如果他有出具這個印件證明的話 表示他的印件證明是自己去頂的 那當時申請印件證明的心智狀態是OK的 用這樣子來加強證明 他確實有立遺嘱的這個能力啦 好這個就是我們在立遺嘱能力的時候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第二個呢 我們就要講立遺嘱的方式 如果你自己自書遺嘱 民法1190條 他就有規定 你要自己寫 寫了以後 增三的字 你都要在旁邊 加以簽名 所以自書遺嘱 我們在1190條 他有規定自己寫 所以在受過相當教育的人 像我們很多的公務員 他會立這個遺嘱 那他對這個事情是清楚的 所以他會交代 那麼如果有增三等等 這裡面就是人時是地物 要說明的很清楚 不能有模糊 不然的話呢 將來就要透過解釋 會不會有遺嘱撤回的狀況 第一個方式就是自書遺嘱 這個很容易 自己寫就OK了 然後寫明年月日 如果說你在哪一個地方寫 你也可以把它寫上來 然後你如果有增三修改 最後你要寫上日期年月日 還要再加以簽名 所以通常自書遺嘱 比較沒有問題 因為是自己寫的 但是你自己寫的 你會剉剉 就是覺得說 這到底有效或無效 那麼自書遺嘱 現在比較麻煩的就是 有寫 但是找不到 或是呢 往生了以後 第一個進去處理遺物的人 看到了這個遺嘱 他把它隱匿了 所以你放保險箱 要共同開保險箱 但是如果你沒有租保險箱 我們有時候會讓律師來保管 第二個方式 第二個方式是公證遺嘱 那現在有很多的公證人 他不願意做公證的遺嘱 他反而是叫當事人自書遺嘱 那麼公證人給他認證 其實這個也是在公證人那邊做成的 認證不等於公證 認證只是證明他看到有這個文書 那其實是公證人不願意做公證遺嘱 他用認證說 我認證到你寫的是這份遺嘱 那其實就是寫好了 我拿去給公證人認證說有這一份遺嘱 但是能不能證明這一份遺嘱 確實是他寫的或等等 公證人可能沒看到 但是現在的公證人就為了怕被告上法院 他不願意做公證遺嘱 他就叫你自己寫 自己寫了以後他在旁邊給你做一個認證書 那很多人就誤認為這就是公證遺嘱 各位不是 這個還是屬於自書遺嘱 只是用以來證明確實是當事人所寫的而已 那各位公證遺嘱就要跑去公證人那邊去做 公證人為什麼也有可能把遺嘱弄成無效 第一個就是遺嘱能力的問題 就我們剛剛講的 那個我一上他從醫院被載出來 然後給他灌了兩瓶蠻牛 剛開始的時候精神很好 他的講話都OK 可是各位在公證人那邊 一搞久了搞了個一兩個小時 他我一上又攤掉了 那麼這個時候就會產生了很多的問題 到底他當時立遺嘱有沒有這個遺嘱能力 第二個在公證遺嘱的時候 我們民法的1191條 他講說公證遺嘱第一要指定見證人 各位這是大學問 這是大學問 民法1198條指定這個見證人 他的資格是有限制的 不是什麼人都可以當見證人 各位未成年人不可以 不可以 第二受監護或輔助監護的人 也不可以當見證人 第三 各位繼承人或是他的配偶 或持續血親也不可以 第四就是最近網路上或新聞 非常夯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有一個人是什麼導演 那他遺嘱寫說要給他的員工 不給他的兄弟姐妹 那結果他在寫這個遺嘱的時候 是用代筆遺嘱 他找他的員工來替他寫的 然後把員工找來當見證人 這樣可以嗎 我的錢就是要給員工了 所以他的兄弟姐妹後來就告說這個遺嘱是無效 因為你的見證人是你的受遺證人 就是員工 所以第一審就判決這個無效 那各位第二審可能大家知道這個問題了 所以那個員工呢 就是大家都跑出來作證說 寫這個代筆遺嘱跟來見證這三個人都不要 當初他們就說他們要放棄 不受這個遺證 各位我私底下再給你 那也不就可以嗎 所以在第二審的時候呢 就改判翻轉了 說第一審判決說 受遺證人 因為他要給他的員工嘛 結果他的員工又來當見證人 所以被一審判無效 那二審他就講說 沒有那三個人他們當時都已經講了 我們都可以證明他已經都放棄了 所以他們不是受遺證人 哇又變成有效了 資格有效了 各位當時應該要還原受遺證人 或是指定別人 各位這個是非常好的一個案例 就是說他自己在寫代筆遺嘱的時候 沒有知道這個見證人的資格 哇另外一個在打官司的時候 也經常在打的就是公證人 用他的助理或用他的受僱人 或用公證人的太太同居人 來做見證人 在公證遺嘱的時候是不行的喔 公證遺嘱的時候不行 那各位這個見證人的部分呢 找了律師或是找了代書事務所來寫 結果我們就找律師事務所的職員 或是代書事務所的職員來當見證人 哇各位也慘了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不是利益主人指定 這個指定是律師或是代書 為了完成這件事情 所以才去臨時抓來的 就像結婚的離婚的證人 臨時抓來 那像這種情形 不是利益主人指定 不是利益主人指定 所以這也是不效的 另外一個見證人會出問題的 是見證人要從頭到尾都要在場見證 不可以跑出去 不可以一個人在場 要同時在場 那我們很多的代書呢 或是公證人在做的時候 這個見證人職員就跑來跑去 到最後的時候才來簽名 結果他自己又錄影 看到那個見證人跑來跑去 在那裡忙 最後才叫來簽名 結果錄影一放出來就說 見證人沒有從頭到尾同時在場 你說有一個一直都在場 那另外一個沒有同時在場 這樣也沒有在場 從頭到尾見證 這樣見證人也是無效的 這個指定見證人 光這一件事情 我們就可以把公證人的公證遺囑 把它打掉 所以法院的要求是非常的嚴格的 所以公證第一個要先指定見證人 而且是立遺囑人指定 不可以隨便指定公證人的同居人 受僱人或是他的助理 這是不行的 第二個要求要口述遺囑 現在就有產生這樣的情形 他跑到律師事務所去 那律師事務所為了要讓 將來比較沒有爭執 所以律師事務所把那個遺囑的內容寫一寫 內容寫了 結果到了公證人那邊 公證人就把檔案一摳 摳一摳了以後呢 就叫大家來簽名 這樣慘了 因為如果這個錄影放出來 根本立遺囑人沒有口述 沒有在公證人前面口述的話 他會無效的 所以各位 縱使是在律師或代書那邊 都人家幫你寫好了 你立遺囑人去的時候 也要根據這些內容 再講給公證人聽 才會符合口述給公證人聽的這個要件 第三就是說我們法律規定是公證人要筆記 結果公證人是摳檔案或是打字 各位這以前爭執過 法律規定要公證人筆記自己寫 那用打字的會不會無效 在早期的話是判決無效 那麼後來的話呢 法務部跟行政法院或是法院就改變看法 說這是什麼時代了 那個打字也符合筆記的這個要求 那如果你直接拿是用打字的遺囑 那麼在地政事務所以前 看你是用打字的不是筆記 他也會把你退回 後來行政法院也判決說打字是可以 所以這時候打字是可以的 但是公證人打好了或學好了 還要做一個動作 要向利益主人宣讀跟講解 唸給他聽說明給他聽說 你剛剛的意思是不是這樣子 要對他宣讀跟講解 不可以說這裡我都給你打好了 你簽名 各位這是不行的喔 因為他缺少了宣讀跟講解的這個部分 第四要經利益主人認可 利益主人來認可 問他說你的意思我跟你寫 是不是這樣子啊 各位這個是再一次的確認他當事人的意思 這個認可有大學問 偶一上你的意思是不是這樣 那個偶一上說是 要一條一條的講給他聽喔 所以偶一上要說出來 偶一上當你的意思是不是這樣 他要說出來 偶一上不可以只有說 嗯 點頭 或嗯 這樣子是不行的喔 那各位他也不可以用手說 OK OK 用手指OK也不行喔 所以各位點頭搖頭身體的肢體動作 這個也不算是利益主人的認可 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法院抓的是很緊的 那各位再來的話呢 就是要利益主人來簽名 公證人簽名 另外見證人也要簽名 那如果利益主人都是很老的偶一上 他呢沒辦法簽名怎麼辦 要公證人寫說呢 偶一上呢不適制不能簽名 要寫這樣 然後叫利益主人按指紋 各位這個要小心啊 按指紋也要有技巧啊 按指紋不是這樣子 拿著就這樣按 各位這個按指紋是要這樣子 然後轉過去就要拿起來 不可以這樣子按過去又轉回來 這樣的按指紋會把指紋破壞掉 另外你必須要有指紋 如果說像我們這種做室很多 如果做家事很多把指紋都磨掉了 那就不能夠按指紋 我們在做公證遺嘱的時候 要求的這麼嚴格喔 另外一個第三個呢 我們經常會去處理的 就是去找律師或是找地證師 叫他做代筆遺嘱 各位這個代筆遺嘱其實不難 第一個指定三個見證人 那這種指定的話呢 我們通常會給這個立遺嘱人寫說 我指定什麼人 會有一個指定書 會寫在這個地方 或是在那個遺嘱裡面要特別說 你是不是指定這幾個 各位這通常都是律師事務所 或代事事務所的助理 所以他必須要有指定三個見證人 那各位呢 剛剛見證人已經講了 要從頭到尾見證 有很多的代書或是地證師 他們就是有人簽名就好 那這樣是不行的 所以這個情形的話 第三個見證要從頭到尾見證 所以見證人不可以出去外面抽菸 出去外面抽菸的話 沒有從頭到尾見證 這樣是不OK的 另外一個就是說 要有一個人來寫 那麼也需要剛剛所說的 要有立遺嘱人口述 有寫的人筆記 另外還要給他宣讀講解 這跟公證人都差不多 那最後呢 也是要立遺嘱人來認可 要他確認 要他說出來 另外最後還是大家來簽名 所以這個代筆遺嘱 其實跟我剛剛講的公證遺嘱 它是非常像的 它是民法1194條代筆遺嘱 這個是非常常見的 好 第四個呢 我們經常說 哎呀時間好緊急的 他又插管 那他又不能口述等等 所以根本就做不來 他這種情形的時候 本來我們有口述遺嘱 那現在就有發生這樣的一個爭議啊 就有人就是這樣子 各位 他讓他成立正語契約 這算不算生前正語啊 我就有一個當事人 他的母親 他管拔掉了以後 他精神狀態意識是ok的 然後他叫他的兒子說 你趕快拿錄音機來錄 我要交代事情 那麼我願意把這個房子送給你 那個錢的部分呢 要給誰給誰 他都有這樣子交代 那各位 在要送給你的這個部分啊 那我也有講過 我的那個當事人 他很孝順啊 他說媽媽不用不用不用 以後我們的獎金出來 你不用交代 各位 結果呢 這個情形我就發生了爭議 他後來是遵照他媽媽的這個交代呢 把這些事情給處理了 後來呢 兄弟姐妹在爭就是 這個房子 他主張媽媽是生前正語 對方主張說 是你說不免不免喔 所以在這種必要的時候 如果媽媽說 這個房子要送給你 你要跟他說謝謝 我會好好處理 我心難接受這個部分 那各位這樣子的話 是不是會成立生前正語契約 以後在分割遺產的時候 你可以用這個來主張 或許還有機會 所以這個是在克服遺囑的時候 在做的事情 老師另外要去提醒大家的就是 立遺囑的時候 千萬不要忘記要寫上 遺囑執行人 這個為什麼很重要呢 沒碰過的人 確實不曉得這個利害關係 在台南就有一個案子 當初這個律師事務所 來幫這個爸爸寫代筆遺囑 說爸爸往生了以後呢 他的房屋土地是要給這個男生 各位這個都是女生 就沒有給 全部都要給這個男生 顯然這個有侵害特留份的問題 那我們說遺囑不得侵害特留份 但是這個也要這個女生 以稟叮他們去主張 本來這個遺囑如果有寫上遺囑執行人 各位遺囑執行人可以是繼承人 他不像見證人受到那麼多的限制 他可以是繼承人本身或是別人 甚至律師事務所也可以 他如果寫上遺囑執行人的時候 這個假男生呢 就可以拿著這個遺囑 到地政事務所直接登記 直接登記 這一些不動產都是他的 那他可以把它處分掉 這個時候受特留份侵害的人 是要對他做假處分 或是要趕快起訴到法院去 說我已經起訴他侵害特留份 然後把起訴狀放到地政事務所去說 我們有施權的爭議 不准他處分 本來應該要這樣子 那各位這個案子倒過來 這個案子因為他沒有寫遺囑執行人 所以這一些女孩子 就去把遺產稅攪一攪 把它登記為公同共有 變成公同共有 他們有三份 他只有一份 表面上看起來 因為你遺囑沒有拿出來 是不會發生的 結果他又用土地法 34條之一 多數決 把他給賣掉 然後通知假是否要優夠 這個假嚇一跳 趕快跑去地政事務所說 我有遺囑 才把這個34條之一擋下來 所以各位 我們在不動產的登記裡面 有沒有遺囑執行人 是很重要的 如果有遺囑執行人 你直接可以做遺囑登記 如果沒有遺囑執行人 你不能做遺囑登記 將來有侵害特留份的爭議的時候 只能進法院做遺產分割 所以在立遺囑的時候 這個遺囑執行人是很重要的 所以老師要提醒大家 下一次有機會我們再來講 立遺囑的實質的內容 應該要怎麼樣的分配 有那一種小孩生了以後 這個小孩就被前夫或前妻帶走了 那麼小孩可能四五十年 跟我們都沒有往來 這些小孩能不能讓他喪失繼承權 下一次我們再來說明 以上 再次祝大家